表示很想体验极其暴力的性爱 在获得医师的同意和建议后 他找来了一位男性密友强暴自己 虐待自己 丑男来咯 欢迎各位帅哥们你们来到我的这期视频 我是你们的丑男 给大家更新一期好久没有更新的这个沙雕新闻啊 这么一想这个沙雕新闻确实是好久没有更新了 这一段日子没有你们的这个陪伴 我是根本坚持不过去的 近日北京房山检察院公布了一起 伴随对象为男性的强制违线 等一下 这个咱们是不是涉嫌到了这个侮辱男性罪 开玩笑好吧 这个第一个这个新闻就这么抽象 越来越离谱了 完了计划开始了 喝下了注入催眠药物的酸奶 这起昏迷 昏碎酸奶 这不是你猥蜻人家的理由 那是你的标 这要不是标我俩车给你 我给你说 那不是电台啊 怎么暂停一下 郑州义出租车司机让乘客按收音机频率显示的数字付款 这个司机他开的这么好的车他为什么就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啊聪明嘛这个能骗到人吗他上面都写了收音机了 一名男孩在路边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副手铐 出于好奇戴在了手上 结果自己把自己给靠住了 自己靠住了 不是 这个姿势好乖巧啊 不是 这个姿势好乖巧啊 梁州躲扣好了 不是 孩子你干啥呢 男孩一直在活动手铐 是手铐越勒越紧 越来越紧 我靠这个手铐有点厉害啊 因摩擦造成手腕处的皮肤损伤 消防人员先将 熟疼我的朋友 哎呀孩子你这是干啥呢 你也还没有说不用 这么闲的没事做嘛 来这个这个这个 好了 好了 啊 为什么 我说这个手铐它是正规的警察用的手铐 还是那个 那个什么 哎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都很大 可是解压呢 又不像在电脑里头解压那么简单 所以很多人选择比较极端的方法 比如砸豆腐啊 出钱请人骂自己等等等等 甚至还有人 很突隔 选择自虐 等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的错 好吧我把它把自虐看成自卫了 美国有一位女记者啊 因为曾经目睹了别人被轮奸 心里背负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为了疗伤呢 她居然选择找人来强奸自己 据中心网报道 美国有名女记者麦克莱兰 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 到当地采访时 陪同一位遭轮奸的女子西贝尔到医院求诊 没想到医生却当面羞辱西贝尔是一个荡妇 遭到轮奸是咎由自取 而当西贝尔遇见曾加害与她的男子时 竟吓得痛哭失声 双手乱挥全身颤抖彻底崩溃 种种遭遇让麦克莱兰受到极大的震撼 导致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麦克莱兰表示从那次之后呢 她就开始活在恐惧和尖叫之中 每天浑浑噩噩 失眠停电也不敢开窗 而且不断的闻到令人作呕的气味 回国后她向心理医师求助 表示很想体验极其暴力的性爱 在获得医师的同意和建议后 她找来了一位男性密友强暴自己 虐待自己 毕竟看了这种惨让 惨剧 一般人就是心里都会过不去 但是这个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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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 那个这个逻辑就 那就是分析一下 我感觉她这个是应该是太过于自责了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她没没能帮助那个女的 被轮肩的那个女的 所以她体验到和那个女生 差不多的这种痛苦以后呢 就平衡了 可能是这个道理 我试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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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的 感谢观看